又回到職業特工隊 邀請到周住宅護士Janny來到空氣中 跟大家講解一下護士的工作和醫院方面的治療病人等等 其實我們都有興趣 因為很多大學生都聽我們做節目 近期職業特工隊都令很多人了解一些職業的行程 最初讀書的時候是否讀school of nursing 其實最初是要讀普通課程 先例如biology、chemistry 然後再進入school of nursing 是要看你的成績 還有考個entrance Nursing entrance test 那些exam 你讀了多久的普通大學的課程 才轉為護士的課程 讀了兩年左右 兩年左右 還要看那個nursing school 是否願意修理 不是像報大學那樣 你成績好就修理 本家nursing school都不同的 有些需要先面試你 然後再看你的大學的成績 還有考一個試的成績 兩年課程也好 四年課程也好 其中的實習機會是多久的 做intern或者要做實習過程呢 我們實習不是像醫生那樣 讀完medical school就實習的 我們是讀nursing school 那時候已經是有實習的 那你讀的時候幾長時間 又要同一天實習 還是那個禮拜又完成了 intern的實習呢 我覺得每個nursing school 都不同的安排 那我家nursing school 就一個禮拜有兩天到 去實習 即是有個病人 給你去照料的 去了解的情況 不是去跟的嗎 就好像training那樣 跟著那些senior 去train的嗎 是不是這樣 我的學校 就是會有一個professor 在那個unit那裡去帶領你的 帶成一群護士仔 會安排你做一些很少的事情 例如第一次去打針 或者第一次去派藥 會有那個professor在你旁邊看著你的 那你第一次打針會不會很害怕 或者抽血你會不會很害怕 我覺得抽血會比較害怕 第一次是會有點緊張的 但你肯定不會告訴這個病人是你第一次的 當然是 但有時候 例如我抽血那時見到那個護士 我不知道他做了多久也好 去診所也好 他手還會震動我的手 我有時會害怕 接著是要打一個rubber band 接著是這樣 我手夠多肉 接著要找一個墨 彈我的手臂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容易 找清楚一點 找清楚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抽血都要講技巧 又要講經驗 是啊 因為你抽血的時候 如果假如你找不到那條大墨 入錯了抽不到 你要抽第二次病人 病人會是很痛苦 還有很不耐煩 是痛的 第一次一定會失手 有時都會害怕 都會的 打針會比較容易 一刺就是 打針會刺錯地方嗎 你又有 打針也有幾種方法打針 有些藥是只注射在肥肉裏面 通常你會打在手臂後面 或者肚腩那裏 我又沒試過打針 我說肚腩 我試過 有些藥物要注射入肌肉裏面 通常那些會比較痛 例如屁股就有很大的肌肉 如果打一個Flu shot 那些感冒針都會打在肌肉裏面 所以就會比較痛 其實我覺得做護士 要知道很多的常識 書本上 不止是常識 是學識 你打哪裏都有預計過 還有我覺得 以前的節目都有跟醫生聊過 除了你在理論上 和實際上是兩回事 你在書本上學的東西 當然是很重要 很有價值 但是實際 當你去 deal with 病人的時候 那種的經驗 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感覺 我又想問問你 你做一位護士 或者任何人想做護士 是不是 克服到 知道自己可以打到針 不要見到血 或者是 見到肉 又不會害怕 我不行 所以我知道 我吃不到這項飯 我吃不到 真的嗎 是啊 我見到人流血 見到肉 我也不可以的 我不要說 打針和抽血 我又未知道 我未試過 跟人打針和抽血 我打不到 但有時我覺得 我見到血 我都會怕 有時看電視 開刀的情況 我覺得我做不到 我們見到 還說很小儀科 但你做護士 這麼多機會 人們爛肉 割傷了 那你就見到肉 是的 是嗎 很大膽 你不可以 真的要克服 健血 但不僅僅是血 可能大便 小便 嘔吐物 嘔吐物 你幫人換傷口 洗傷口 你也要看著 看他的樣子 絲絲文文 不像大膽 不像我的樣子 吃了老虎膽 所以你是生兒密近 其實你覺得做護士 要克服這個心境很重要 當然 以前是否知道自己可以 所以你會考慮做護士 我知道我不行 所以我完全沒有考慮過 其實我都不知道 因為你初初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都說你初不知道自己想做這一行 因為你朋友一起讀護士 所以你就進入這行 因為我讀那間大學大部分人 是讀這個major的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就慢慢繼續 那會不會在你當時讀書 要接觸這麼多血 或者剛才你說 訓便 又或者研究 化解 解剖之類的 你會覺得我不行 還是你頂硬上 首先我們護士 不需要解剖 不需要的 不用的 這些好像是醫生才需要的 看到這些情況 你會不會覺得 任何人說 我會知道難而得死 我要見那麼多血 或者傷口之類 你會很害怕 而不做這件事 或者怕這件事 你初初有沒有這樣的關口 要過的 還是你覺得我很大膽 可能我小時候 看得多醫學的節目 他也是 我對這些不太害怕 反而我最怕的是 如果那些人吐痰 有些病人 因為呼吸困難 喉嚨需要開孔 有時候我們是要 負責幫他吸走痰 我就會覺得 比較嘔心 其他東西都可以 其實醫生和護士的分別 就是護士要接觸病人 身體方面的接觸更多 除了要照顧他們之外 有時候剛才說 要大小異變 要照顧 洗傷口 除了抽血糖 驗血那些 抽月一定的 心電圖之類 調IV 但是其他有些 再深入一點的 都是護士去做 你知不知道 洗傷口 你不要說 很肉 你說洗傷口 有些地方是 很隱蔽的地方 你都要幫他洗傷口 你說多噁心 不要隱蔽了 我頂不上聽聽 那個關心聲線